让你想办法 已经把主意 达到寡人的头上来了 就是啊 受罪 老臣实在是为设计着想 绝无冒犯君王之意 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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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在你是先王旧臣的份上 寡人就不与你计较了 吴丞相 臣在 以后 向百姓征收赋税的事情 就交于你了 臣 遵旨 主上 使不得呀 使不得 郑国公 寡人的忍耐是有限的 你总以元老自居而认为寡人 不能对你怎么样 那你就错了 善儿 我好知道你只是睡着了 还没有醒过来 但母后坚信 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姐姐 谁让你进来的 我不是说谁都不想见吗 姐姐 大香山寺住持大绝法师前来参见 莫非姐姐也不想见吗 若是没有什么要事 她也不会到这儿来 可说 老大 老阿 见过王后 别禁的 免觊了 谢王侯 本宫知道你前来觐见 一定是有办法 代老那先看看三公主的情况 快请 请 阿弥陀佛 此行普渡 大决法师 情况到底如何 是生还是死 王后请放心 三日后将三公主送往大象山寺的石窟中 她必定生还 可否告诉本宫这是为什么 听即不可泄露 王后多保重 老那告辞了 老大叔 快来 张大叔 张大叔 王流 你怎么来了 线下到处都在抢东西 您二位赶紧回屋去 关好门窗 难道没人管吗 今日主张又增加赋税 而且听说啊 要比以前高三倍呢 你俩赶紧回屋吧 我先走了啊 尿州王先进挥右无道 已经逼咱们无可走了 把来说好要减免税收 现在又增加了税收 反正横顺都是一死 为什么不能厚厚为那 肩一把 孙子儿 孙子儿 走 孙子儿 孙子儿 少爷真是神了 这动用二爷的一小队人马 就把京城的志安搅得是鸡犬不宁 臣三我真是佩服得污体投地呀 臣三 你这句话可就说错了 这怎么能是本少爷的主意呢 这是老百姓 听说主上又要增加赋税 虎不堪言 自己乱了套 这件事可和本少爷无关 你可要记住这一点 是 是 少爷 我说错了 说错了 这些刁民竟敢暴乱 真是好大的胆子 传旨 杀无赦 主上 老臣以为应该弄明情况 再做定夺 否则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情况会变得更加糟啊 难道主上还怕这些刁民吗 一起乌合之众 不足为惧 定 宋多 寡人命你率领五百户成军 去镇家暴乱 凡是参议者 杀 臣 遵致 主上 今夜月色真美 是啊 这个月色再美 也不如寡人的粉儿美啊 主上真会说笑 啊 算得啦快 快快快 快 Decid 快快快 快去 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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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カカ 快 快快 阻晟 快 快 sources 快 雲雲 花人的雲雲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主上责罚 寡人念你生擒西北王有功 这次就不深究了 谢主上不杀侦 你们都给寡人听着 以后再有这种刁民犯上作乱 必诛起九族 若有姑息 视如同罪 绝不轻饶 遵旨 主上 这次宋多评判不力 臣深恐暴民余孽 更加胆大妄为 臣已探明 他们已经在城外四处蛊惑人心 闪断造反 现在是情形非常地危急呀 可是王城的守备不足两千余人 为了主上和王城的安危 臣以为主上应该下旨 令抗击西北部落的北边军 回识王城 主上 万万不可呀 自古边军回识王城 兵临城下 多有祸烂 实乃大气呀 望主上散思 主上 我吴家对王朝忠心耿耿 苍天可见 调吴首回王城 是为了护驾 寡人认为 眼下没有必要调边军回识旧驾 主上 主上 臣是担心哪 如果不早做准备 万一发生大规模的民变 恐怕是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 这个 主上 臣倒有个主意 说 主上 现在北部边军 正在撤回边关的途中 去王城不是很远 主上可以命急就地驻扎 如果 真的发生那大规模的民变 再调起火速回尸 就驾不迟 好 就怎么办 你马上替寡人拟旨 臣 遵旨 郑多 臣在 寡人命你加强城防 以备不测 遵旨 都退下吧 只显哪 为时地以为 这次敏乱 背后一定有人挑唆 另有图谋 恩师 学生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不敢说呀 有什么不敢说的 说来我听 恩师 是 学生觉得 此次明辨 若只是普通老百姓的话 怕弄不了那么大 更不会进宫 行刺主上 似乎 围拱天下不乱 至显哪 你的感觉 与为师的感觉一样 今天晚上 主上 吴贵欲调回边军无首 回师王称 且狼子野心 招然捉戒 主上长期被蒙蔽 至今尚未警觉 为师的断定 吴贵还会进一步地 煽动民乱 到那时候主上一招了急 调回边军 回军保驾 如此正中了 乌贵的奸计呀 到那时候王权不保 百姓也跟着遭殃哪 学生也正是为这个担心哪 只想到 你赶快找几个亲信 通知南部的援军 暂时不要回边城了 原地驻扎 一旦京城有情况 立即回市王城 还有啊 你马上派人通知 大将军包押好 让他做好准备 无贵如果一旦造反 让他也立即回市王城 诺 学生马上去办 你千万不能让为师的 失望 恩师放心 身为大驸马 国家危机时刻 自当鞠躬尽瘁 本宫 想到石窟中亲自去看我女儿 不可 不可 大驸马师说了 姐姐不能去 姐姐 还是耐心等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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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倒一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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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龙主 你总算是醒了 善儿先发誓 救命之恩 三龙主言重了 虽有此劫 但毕竟化陷为夷了 姐姐 姐姐 三公主她 快说 三公主她 她怎么了 她醒了 她真的醒了 你没有骗板工吧 没有 姐姐都抓疼花儿了 现在善儿就在隔壁的房间休息 只是身体稍有些虚弱 姐姐这下不必再担心了 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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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军的事醒了 善儿不能起来临见女后 是往女后受罪 善儿 只要善儿醒了 这宫中的武戒 就不必太在意了 这件事情 还望母后不要责怪善儿 这真是上藏的恩典 善儿 你是不是饿了 母后 叫人给你去做些吃的来 让母后费心了 让我想想 还是母后妻子下厨为你做得好 母后不必那么操劳 那怎么行呢 我的善儿 从小还没吃过母后做的饭呢 母后这就去 一会儿就回来 华儿 姐姐 你 你在这儿好好地照顾三公主 你 你在这儿好好地照顾三公主 爹 丁凡宁的城外鼓动们 近万的百姓前来造反 您看是何时起事 好 只为依迟 叫他即刻派人攻打王城 如果王城受到威胁 到时候就不怕妙中王不听我们的了 诺 孩儿这就去办 当年三公主尚在强宝之中 徒弟就是因为救她 才被逼跳下悬崖的 幸好被师父所救 这才来到大县山寺的 既然你和三公主有如此渊源 为师就命你前往白雀寺 日后好帮助她误导都人 好了 你下山去吧 是 师父 母后 让善儿自己吃吧 善儿 善儿 等于你小的时候 母后就一直没有陪在你的身边 你就满足母后这个心愿吧 善儿谢过母后 咱们是母女 怎么还谢谢呢 来 王后娘娘 黄节大师来了 殷僧见过王后 三公主 大师免礼 母后 这位大师曾经多次救过善儿 若不然 善儿也许无缘与母后相见了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贫僧这次来是特来辞行的 大师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注释师父吩咐一些事情要去办 既然有要事在身 那善儿就不耽误师父了 立行之前特意来看看三公主 得知你无恙 那我也就放心了 皇后 后会有期 这位高僧 母后好像在哪里见过 善儿的身世 正是这位大师告诉我的 这 那这位大师 怎么会知道善儿的身世呢 母后想起来了 这位大师 就是当年的侍卫统领黄爵 真没想到 他怎么会出家修行了呢 姐姐 听佛殿上厢的信众一论 今年又于大汉 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反正是横淑一死 这男人们都冒死去王城 向主张请愿去了 母后 父王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这回肯定又要大开杀戒了 那么多的百姓 手无寸铁 岂不是白白送死吗 不行 善儿要下山去阻拦他们 那些刁民粗野 万一 母后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况且 他们是成千上万的百姓 善儿岂能见死不救呢 善儿 不行 母后是不会让你去的 母后 善儿就求你了 你就让善儿下山吧 乡亲们 你们不知道 聚众冲击王城是犯死罪的吗 本乡亲命你们 就地自行解散 我会向主上禀明此事 让他不予追究 放屁 吊仲王说好三年不收赋税 可现今未到三年 他又要收取 而且比之前高出了三倍 您让我们这帮老百姓 怎么活呀 如果我们反抗 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不反抗 我们就会被活活饿死 反正横竖都是意思 既然来了 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拼 慢着 拼了 增收赋税之事 主上并不知情 现在国公大人 正向主上禀明此事 我恳请大家回去 静静等待消息 相信 一定会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呸 你们都是给妙庄王办事的 你们又饿不死 谁会管我们这帮老尾县的死活 我上了 我上了 公箭手准备 公箭手准备 我上了 是 主上 现在有上万的刁民围攻王城造反 情况十分的危急啊 臣恳请主上 诉调无首回王城救家 否则晚了就来不及了 主上 万万不可呀 据老夫所知 是吴丞相 擅自将税赋 提高了三倍之多 加持今年大旱 百姓被逼得走透露 才来向主上请命 他们并非真实要造反 若免出他们的税赋 他们将自然地离去 郑国公 此言差矣 一 本丞相不是私自增加赋税 这是秉承主上的旨意 二 围攻王城那就是造反 不杀他们 何以离威 你让主公答应他们的条件 国法何在 主上的威严何在 主上 对这些刁民绝不能姑息 否则设计不保啊 是大胆的刁民 竟敢冲击王城 把寡人简直不放到眼里 主上 只要调回北边军 产就能击溃刁民 确保江山射击的反兵 主上 这次民乱 事出有因的 实在是百姓在高富税下 压得喘不可气来 正所谓官逼民反 民不得不反 谁能在舟亦能复舟 主上 民乃国之本的 持民心者 是天下呀 郑国公 我看你是有意 包庇这些扫反的调民 主上 千万别放命 千万 要找你怎么办 乡亲们 王城防守坚固 你们手无力气 如此鲁莽充城 岂不是白白送死吗 减免赴税的事 我会带你们向父王求情的 回去吧 你是何人啊 我是三公主妙善 原来她就是三公主啊 三公主可是大善人呀 就是她用自己修宫殿的钱 免了咱们三年的赴税呀 你 别听她胡说 她是妙善 三公主早已自以身亡 她肯定是冒充的 冒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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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是个冒牌的三公主 对啊 三公主早已经死了 对 伤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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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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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听她的 乡亲们 只要咱们冲进王城 就要吃又吃 要喝又喝 处有想不尽的 荣华护会了 给我冲啊 慢着 我真的是三公主妙善 乡亲们 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挑唆 让人当枪使 白白丢了性命啊 你快给我让开 否则要了你的小命 你休想 今日 我死也不会让开 好 那我就撑着 你向你们杀 杀 杀 站住 别追了 帮他们走吧 草草人扣见三公主 乡亲们 你们都快起来吧 善儿答应你们 一定恳求父王 歼免大家的赋税 你们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谢三公主 谢三公主 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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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那些围城的百姓啊 他们全都退了 什么 欺凌主上 是三公主劝劝他们退的 三公主 三公主在哪里 就在殿外后旨呢 快 传 传 主上有旨 传三公主进殿 善儿 儿臣拜见父王 善儿 那日为父一时气恼 可并不像你真的去死啊 你这个傻孩子 你 是不是记恨父王了 不 死是儿臣自己选的 又怎会怨恨父王呢 不怪罪就好 不怪罪就好 善儿 这回你起死回生 当等得了生命的珍贵 也直到了人生在世 草木一秋 我去了等 不会再回来 不 父王 儿臣今此一劫更加明白 所有荣华富贵都是梦魇 一切世俗享乐 皆为虚妄 父王 好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父王 儿臣还有一事相求 望父王恩准 你讲 父王 请父王听儿臣把话说完 说吧 父王 今年大旱 粮食欠收 朝廷又增加了三倍的赋税 儿臣途中 儿臣途中见到百姓们 都在以野菜和树皮冲击 父王 儿臣恳求父王减免赋税 开仓放粮 以赈灾民 善儿 父王知道了 父王会考虑的 儿臣谢过父王 父王 你的秦宫 父王还给你保留着 去 回去歇息吧 回父王 儿臣还是回到 大香山寺休养 现今母后 也在大香山寺 也好 就随你了 是 儿臣告退 吴丞相 臣在 是 寡人让你向百姓 增加赋税 可你一下子增加了 三倍之多 难道你不知道 这样的征伐 老百姓是活不下去的吗 臣 基于增加国库银两 考虑前周 请主上赐罪 请主上赐罪 你这样做 也是为寡人着想啊 这件事 你要戴罪立功 妥善处理 谢主上恩典 我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赐罪 已有名 让你 那你 你 我知道了 你先去吧 坐 妙善 我先失陪一会儿 待会儿再回来看你 怎么 你不舍得我 放心 我去去就回 爹 您找我 三公主还活着 真的 听说 是让大香山寺的法师 给救活了 还劝退了闹事的百姓 她可真是为父的克星啊 三公主还没有死呢 太好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你是不是心里 还惦记着三公主啊 孩儿的意思是说 如果三公主还没有死 那么咱们 就还可以利用她吗 只要有朝一日 孩儿还能当了三驸马 那么这天下 还不迟早都是爹您的 你说得到庆舅 有那么简单吗 三公主宁愿出家 上吊 也不肯嫁给你 我看你就死了那份心呗 爷 实在不行 咱们就一步做 二步休 把二叔叫过来 直接大计王城算了 胡闹 郑国公这个老家伙 已经让南部人马 驻扎在王城周围 我们一旦起兵 薄牙豪如果出兵 我们就会两面受到夹击 爹 你说现在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哪 这回的事 主上对为父 已经心存怀疑了 这次民论 当务至极 我们应该先稳住主上 静儿 马上通知你二叔 让他立刻退兵 你和我 马上在王城周围 四处追捕那些 所谓的造反暴民 向主上表表忠心 那孩儿这就去办 这次民乱的背后执事者 一定是吴贵 种种迹象表明 此人有谋反之因 恩师 只是苦于 我们手中并无证据 如若有证据 老夫早就将他绳之以法了 主上 虽察觉吴贵有不悔之举 但仍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知是何用意呀 主上现在还得用吴贵 所以我们只能暗中 掌握他的证据 国公大人 据宋多所知 此次领头山洞民运的人 叫丁凡 查明此人身份 只知道他叫丁凡 我们找到此人顺藤摸挂 就能查出幕后者 恩师所言即是 宋多 你可认得此人 认得 那日他运用暗器刺杀三公主 被我打伤后逃跑呢 至先 速将此人的画像张贴全国 全力统计 学生马上去办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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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救了 丁凡 你总算明白过来了 不过现在 竟为时已晚了 主上 主上 领头的反贼 今日逃出王城 二驸马 全力抓捕 但是反贼武艺高强 还是被他逃脱了 想被犬子劫住 将他打落马下 就地斩首了 胡夫犬子啊 看来寡人 要给他封个官了 禅之子 是主上的臣民 为主上效力 那是他的福分 让吴庆做城防副将 跟二驸马干吧 臣代吴庆 叩谢主上恩典 二位 这就是我家 将军 今日还要赶回王城 快点儿 放心吧 我去看看二老耽误不了 爹 娘 多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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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了 你看 没有娘照顾 还是不行吧 多儿回来了 多儿回来了 多儿回来了